話說昨晚晚上9時 原來B460主機板正式開賣 即是今天你現在衝到黃金電腦商場 或其他香港的老場 都會買到B460主機板 即是夢寐以求大家用來配I510... 夢寐以求用來配I510400的主機板終於有得你買了 其實10代的CPU開賣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但一直以來只有2Z490晶片的主機板在賣 其實動一點都在說千多元起步 但CPU都精彩了 CPU就沒有i9 i7好像傳說得少量 極大量的有什麼呢 就是i510400 500或者600那些 哈哈哈哈 好地地 怎會用千多元買一塊底板配合千多元的CPU 其實絕大部份人都在爭論我要等B460主機板才組裝 所以昨晚已經到了 你現在基本上真的看中10系 真的看中B460底板那班 其實已經可以衝得出去買了 所以我今天又是跟大家開箱 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不要錯過我們任何節目 好 今天先看看這塊 就是華碩的Prime系列B460MA 其實我們上次在華碩的ROG INSIGHT 當然看不到Prime的身影 但也看到三角形裡面 Prime也是最大的格局 但始終都是B460主機板 其實Prime系列出了3個模特兒 分別就是B460PLUS 這塊是大版 小版就有MA和MK 這兩塊小版就是一塊大版 這三塊有什麼分別呢 我看過它們的PowerPoint 當然大版是大版 4條RAM 槽 2條M.2之類 那塊小版MA其實也跟大版差不多 但這塊MK我看起來就再削了一些 但其實今代是多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元素很重要 這個部份就必須要說 就是 噔噔 供電的部份 供電的部份 今代為了加強針對Intel CPU 其實發熱量 TDP去到125 咬電都不會小 所以今代即使B460底板 都會加強去到6加2的設計 其實以往都說是4加2 而且一貫MA也會有困難 MK那塊是沒有的 如果你不是真的窮到這麼貧 其實我覺得差距不是太大 因為價錢 所以如果你預算不多 又想買便宜版 MA是會比較簡單的 除了剛才說到供電的部份 強抽了之外 MA和MK最大的分別 就是4條RAM 槽和2條RAM 槽 所以其實如果不是我剛才這樣說 如果不是沒有預算到這樣的話 其實多數我建議都是買MA 當然對上還有TUFT GAMING 這個可以再遲些再看 其實Prime的評語是什麼呢 在無欲無求的情況下十分之夠做 我們可以細心看看幾個點 為什麼會這樣說無欲無求的夠做呢 包括4針的風扇頭 有1個2個3個和4個 其實在砌平機或者小機的時候 有些機箱都會插比較多的風扇 有時主機板可能提供2-3個頭是不夠的 其實這裡有4個我覺得剛剛好 再加上SATA頭的部分 總共有1 2 3 4 5 6 6個 其實很夠做的 今代也有一個大改進 M.2插槽的部分 追加到2個 其實只有它和快Plus版才有2個 即是MK也是廢的 哈哈哈哈 雖然我說到這樣而已 其實M.A.還有一個 比剛才說的2個都比較好的功能 它是支援Aura星 還有它會提供2個12V5050的接口 但美中不足的位置就是 它沒有提供5V3針的頭 的確它是特地把Prime的定位 和Tough Gaming的定位分得很開 再看背後IO的部分 其實後面IO都是無欲無求的夠做的 當然有一個不知道給什麼人用的PS2頭 有USB2 有USB3 LAN頭當然會有 顯示輸出的部分都齊頭的 HDMI、DVI和DisplayPort 但這三個都可以同時輸出做三螢幕同步輸出 這個如果純粹看股票的朋友應該夠了 當然我發現他們出了一張奇怪的顯示卡 嗯...四個HDMI 這個就是後果了 所以這塊主機板在我角度看 無欲無求的部分是很強的 因為它所有東西能夠滿足你 當然啦 超不到Open這些沒得說 因為晶片中的限制 RAM的部分都受限於你本身買什麼CPU 而是什麼 譬如i7、i9那堆可以走到2933 i5、i3那堆可以走到2666 所以選擇RAM的部分就不用特地買太快 或者太漂亮的那些 當然你可以買一些3000、3200的RGB版本 感覺就不要太浪費了 其實這塊版的評價我只有這麼多 不要打算有多 如果要有多的話 起碼打回Gaming的字眼 我們看看Tough那些 下次有機會再說 嗯... 但是B460出了是不是好時間砌機呢 稍後我們拍影片再說一下砌機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